有鉴于此书在这几天忽然非常出名 本人特地找来略微看了一下 以正常的人用正常的眼光来看 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一本历史小说 为何能遭遇下架的待遇不得而知 既然都看了 特地将最后一节 此书的作者对这位皇帝总结拿来读一读 此章节引用了不少古文 为了便于理解 特地翻译为通俗易懂的现代文字再朗读出来 原文将出现在视频中以作对比 明思宗为何成为王国之君 第一 天启七年1627年8月 明思宗朱尤俭根据其凶名西宗朱尤孝的遗诏入籍大统 面对朝政腐败 国库空虚 军事败坏 灾荒贫发 内忧外患病生的危局 他说以求治 在《吉卫诏》中宣布 朕以冲人统称红叶 祖宗德为低附于典章 励志民间 将求疑于通变 皮尔中外文武之贤 写于古宫耳目之用 光招旧绪 玉貌新游 表示在遵守组制的前提之下 将针对现实的状况 对励志民间问题实行改革 以求实现光招旧绪 玉貌新游的忠兴之志 继位后 他以改明神宗 西宗 长期待正的恶习 夜以继日的勤礼政务 从不懈怠 也以明神宗的穷奢 急欲为界 崇尚简朴 不耳声色 积极支持 引进西方的天文立法 和火炮技术 并以潜移默化的手段 一举铲除 魏忠贤 殷党集团 显露出些许中兴的曙光 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然而 在追求明朝中兴的过程中 他却日渐陷入 心于力的困境 不仅励志民间 将求疑于通便的诺言 未能兑现 而且出现了全面深刻的社会危机 朝廷内外的党派之争 愈演愈烈 关外之地 几乎尽失于清军之首 农民起义的烽火 更是烧到了北京城下 自己最终 也落个混沌眉山的下场 一向自视甚高的明思宗 对这场忠兴之梦的破灭 始终感到难以理解 他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而是归咎于手下的文臣武将 崇祯八年 1635年 明思宗因凤阳皇陵 被焚而下罪己障 在罪己的同时 还不忘劫难文武诸臣 指责他们夸诈得人 时功喊够 诸臣失算 此话的意思是文武诸臣 只会吹嘘自己有本事 却没有什么实际功劳 因为文武诸臣 在防守凤阳皇陵方面 有所疏漏 才导致皇陵被焚 崇祯十七年二月 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 渡过黄河横扫山西之时 他更是指责陈辽 朕非王国之君 诸臣皆王国之矣 意思就是 我不是王国之君 你们陈辽都是王国之臣 到三月 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 他自以前 还在一金上愤然写道 朕良德秒功 上感天就 然皆诸臣误阵 致死都不承认 自己是王国之君 明朝灭亡后 史学界对明司宗的评价 多持否定态度 但也有些论者 对他表示同情 甚至为他开脱 辩解 赞同其非王国之君说 清代观修的明史 称明之王 失望于神宗 并从明清一代为历史 必然的宿命论观点出发 说明司宗成神 西之后 凯然有为 即位之初 沉积独断 一处坚逆 天下享望之平 西乎大事已清 积袭难晚 在亭泽门户纠纷 江场则将交度 兵雄四告 流寇蔓延 遂至溃烂而莫可救 可谓不幸也已 坐骑运移 身离祸变 岂非气数使然在 此话的意思是 崇祯皇帝成继 神宗和西宗之后 满怀壮志 决心有所作为 即位之初 他沉着果断 铲除奸命 天下都希望天下太平 可惜的是 大势已去 积袭难改 朝廷内门户纷争 军队中将领交度 四面兵货 流寇蔓延 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实在是太不幸了 命运到了尽头 身遭祸变 难道不是气数使然吗 近年 更有学者援引明清 史学家孟森 思宗而在万历以前 非亡国之君也 在天启之后 则避亡而以以的论断 进而推论 是历史让崇祯皇帝演出了一个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明思宗极其同情者的这种种说法 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 先说明思宗的诸臣物贞之说 明思宗不像明英宗 明神宗的幼年继位 军国大政有俯臣决断 他继位时 虽说虚岁十七 十灵不足十六 但却太阿独操 沉积独断 不论大小政务 人事变动 生杀与夺 皆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明朝之王 周延如 温体人 雄文灿等大臣 固然负有一定的责任 但作为掌握实权的最高君主 不是更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吗 再说 明史的明师王与神宗之论 毫无疑问 明神宗亲政之后 对俯臣张居正进行清算 使改革风气荡然无存 除一条编法之外 改革成果禁服东流 由此引发的翻案风又开启官僚队伍的门户之争 导致统治阶级力量的分散与削弱 而明神宗却是酒 色 财 气的极度膨胀 又导致其长期待政 造成政局的混乱 边防的废齿 他大量赏赐诸王 公主田地 又加剧了土地的兼并 他大肆挥霍 船锁躺金 聚敛财货 掏空国库 刮民之 更导致民变与兵变的频发 为金国崇祯九年金改国号为清的崛起 提供了可乘之机 所有这一切 无不埋下明王的祸根 不过 明朝毕竟没有亡于明神宗之手 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再看孟森的论断 他明确表示 明司宗在天启之后 则必亡而已 并无否认 他是崇祯朝的亡国之君的意思 而说明司宗如在万历以前 非亡国之君也不过是种假设 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 都是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 万历以前和天启以后的历史环境 时代诉求大不相同 谁也无法预料 明司宗如果在万历以前当权 会有怎样的作为 再说气数使然 也就是历史史崇祯皇帝 演出一个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问题 所谓气数指的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它确实与朝代兴衰密切关联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但这不等于说人们只能听天由命 毫无作为 否则岂不等于认同了宿命论 须知 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 人的努力 虽然难以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 却可以起到延缓或加速的作用 明朝末期 朱明王朝的统治 却已病入膏肓 正在滑向灭亡的末路 但是 他究竟在何时灭亡 则是其最高君主的所作所为而定 不可一概而论 其实 明司宗受人赞誉的秦于政武 崇尚简朴的品质 不过是任何阶级社会最高掌权者 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但仅仅具备这些基本素质 并不足以治理好国家 更不要说挽救危局了 明司宗即位之初 虽然铲除了魏忠贤殷党集团 而备受好评 但他却有始无终 不久又重新启用身边亲信的太监 培植忠于自己的宦官势力 导致政局的混乱 这恰好说明 他是个空有忠心之志 而缺乏忠心之才的另一类昏庸君主 在封建社会里 任何王朝的最高君主 要想治理好国家 特别是挽救濒临威王的局势 不仅要有远大的志向 而且必须具备深远的目光 开阔的视野 高度的智慧 坚强的意志 雄伟的气魄 和高超的治国能力 能够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 从而制定出长远的治国方略 采取妥当的政策措施 但是 明司宗虽然锐意求治 却缺乏治国理政的才干 没有认识到 明末深刻的社会危机的根源所在 找到解救危局的办法 除了在吉卫赵中提出励志民间 江秋一于通遍这个笼统抽象的治政构想之外 他始终没能提出一个明确具体的治国方略 他的治国理政 也就缺乏长远的战略筹划 只能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左右摇摆 举其不定 他自小在明末环境险恶的深功力长大 养成刚毕自用 而又多疑善变 急功近利 而又优柔寡断 虚荣心强 而又缺乏担当 专横残暴 而又刻薄寡恩的性格特点 往往导致其军国大势的决策失误 挫致失当 从而加速明王朝的父王 终于酿成了历史的悲剧 第二 那么 明思宗究竟在哪些军国大势上 决策失误 挫致失当呢 首先 目光短浅 未能抓住当时主要的社会矛盾 也就是阶级矛盾 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缓解 而是刻意理财 促使其进一步激化 导致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 终止不可收拾 明思宗即位之时 面临着阶级矛盾 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 三大尖锐的社会矛盾 就东北地区而言 以后金为代表的女真 崇祯八年 后金改名为满洲 贵族和以明王朝为代表的汉族人民的民族矛盾 以上升为当地的主要矛盾 关内的广大地区 则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 居于主导地位 正是尖锐的阶级矛盾 决定着整个政局的走向和明王朝的命运 只有抓住这个主要的社会矛盾设法缓解 才有望使刚刚爆发的农民起义得以平息 从而解除后顾之忧 集中全国的力量对付后金的进攻 并进而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 这种党争很大一部分 是由如何应对农民起义和后金的进攻而引起的 实现中兴之治 但目光短浅的明思宗 见不及此 并没有抓住这个主要的社会矛盾 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缓解 明末阶级矛盾的极具激化 主要是由于政治体制的僵化腐朽 官场贪风的强烈赤盛 土地的高度集中 富敛的过分磕重 水利设施的年久失修造成的 广大农民因而陷于极端贫穷的困境 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 只得铤而走险 揭竿而起 其中的许多问题是长期积累的顾忌 不是一纸照令就能马上解决的 但富一睁脸的过分磕重 却是可以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缓解的 但明思宗各于理财 其即未兆 虽然表示对民间将求一余通便 随后开列50款大赦新政 其中的第8款规定 免除各省下丘梁 及杂项克水一年 难直立 浙江等13省 免天起源年分 1621年 北直立免天起二年分 内工物料 则难直立 浙江等13省免万利46年分 1618年 北直立真 保 顺 和 广 大六福免万利47年分 顺天 永平两福免天起二年分 以后年分照常征解 第9款规定 免除天起源年分以前 拖欠加派钱两 免拖欠万利48年以前金花银 第10款规定 免除天起源年以前 各地永哲 及因灾遮收银两 第11款规定 将清查民间钉口 捐免无钉而被迫钉两者 第12款规定 尽有私不得于征收赋税中 加重科法 第16款规定 解官 解户借到 卷部释样不合格者 卓梁 从宽验收 第47款规定 捐免浙江 福建 苏 松 长 湛 湛 灰 宁 阳 广 广等处 拖欠万利48年以前 碎灶断品 第48款规定 捐免各地 拖欠天起源年以前 解四丝物料 但这些捐免的 多是拖欠多年 而无法征收的税客 至于下丘两税 这两项赋税中的主要税种 最多只免至天起二年 有的地方则只能免到 万利47年以前的欠额 这就意味着有些地区 拖欠了八年之久的税客 仍将继续追缴 至于近五年的正税 一毫一厘都不得减免 口火而失不至 等于话柄冲击 继位之后 明司宗虽然欠念民间 一再表示 滋滋民力艰苦 肆与休息 连年家派落役 东西水汗平仍 伤困扰 民不聊生 震慎敏烟 但他在位十七年 仅有以下寥寥可数的几次 停止制造 捐免不负 禁止四派的举措 即崇祯元年 1628年 2月停办苏航制造 4月禁止官员 擅自征派赋税 9年的3月 捐免山西 遭灾县的救新两税 5月免除 京畿地区 5年以前欠缴的赋税 11月 捐免山东以前的赋税 12年8月 免除唐县等四十周县 去年填租的一半 13年3月 免除 河北三省欠缴的赋税 15年正月 免除天下 12年以前欠缴的赋 与此同时 明司宗又不顾百姓的死活 加重赋税的征派 崇祯三年9月 兵部尚书梁亭洞 以兵石不足为由 请求增派填赋 经户部尚书的策划 乃于万历末年 每亩加征九享的基础上 在加征三历 从崇祯四年开始征派 既征银667万9208两 加上该年疗响中 增派的杂项 严克 关税等项银两 该年疗响总数 高达1029万9602两 崇祯十年 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农民起义 兵部尚书杨四昌 建议家派脚响 母书梁禄和 十折银八钱 商地不予 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期 意思就是 每亩土地征收粮食 由原来的八生增加到十六生 每十粮食 由原来折合银四钱 增加至八钱 受灾地区不予减免 每年可征得白银 一百九十二万九千余两 明司宗批准这一建议 假惺惺的表示 他从停议 赞累无名一年 实际上一年后又下令再征 直至崇祯十三年 才停止征收 崇祯十二年 又以抽炼各阵精兵 缺乏响银为由 附加征炼响 于六月开始征收 总数为七百三十万两 上述聊响 脚响 炼响三项家派 从田赋中加征的响银 总计多达一千六百七十多万两 超过常年岁入的一倍以上 难怪当时的百姓怨声顶费 称呼崇祯为重征 不仅如此 明司宗还沿则各级官吏 必须将规定的税额征收上缴 并将征税的数额 与职位的升降 俸禄的增减 直接挂钩 实在 尚指明司宗 初级位便言于前梁 不亦知府 非完前梁 不得生私道 推之非完前梁 不得与考选 于是 松江方郡博越贡 苏州陈俊博红密 有助奉数十次 降至八十余籍者 此文的意思是 明司宗刚即位 就对前梁问题十分严厉 不亦规定 知府如果不能完成那前梁 就不能升任私道 推而广知 官员如果不能完成那前梁 就不能参加考试 于是 松江府知府越贡 苏州府知府红密 都因为前梁欠账 被降值数十次 降值八十多级 官员凡是反对家派的 明司宗就感到厌烦 甚至严惩处 如崇祯十二年 1639年五月 耿直破终的傅宗龙 出任兵部尚书 入见皇上 多次强调 民众已经穷困潦倒 财力已经枯竭 因此 不应该再加派赴税 也不应该再增加兵力 明司宗开始 还言不由衷地表示 你说得对 傅宗龙慷慨激昂地 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明司宗便拉下脸来 说 你只管去对傅迪寇 待傅宗龙告退后 他又对阁臣说 傅宗龙的言论 有一半是官员们唾弃的 这是什么原因 从此 兵部上奏的所有奏章 没有一道得到批准 都会被直接否决 相反 凡是支持家派重征的 明司宗就感到高兴 甚至大家提拔 如崇珍十一年四月 他在中左门考选诸臣 征寻足兵足食之际 直线曾就一说 百姓之困 都是由官吏的不连结造成的 让所有的官吏都连结 即使稍微加派赴税 来应急军需 未为不可 明司宗当即拔第一 明司宗一而再 再而三的加派 是本已十分贫困的广大农民 进一步陷于破产 大批逃亡 官府又穷凶极恶地追讨钱粮 甚至勒逼未逃的农户 陪那以逃农户应交的钱粮 逼使更多的农户逃亡 享家而田日荒 征集而民日少 弃田逃亡的现象 与日俱增 如河南张德府的武安 金属河北省 据支县多维路在 崇祯十四年的奏书报告 本县原边户口 一万三十五户 金死绝者八千二十八户 原边人 钉二万三百二十五丁 金桃死者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丁 加上政治腐败 水利年久失修 自崇祯十二年起 连续三年不断发生雨薄 汉黄等自然灾害 贫苦农民无以为生 转死沟壑 中州平原更是赤地千里 流亡满道 宽谷营也 阴风古林之清 孝聚福林莽之律 且有河门投还者 有全村泥门逃者 有一日而逆河数百者 有石艳势 蚕食者 有石精子 吉礼者 有石土食者 有如鬼形而身吟者 有江扑于道 而不能沿者 有极数千数百人于成于周道 而接干者 此话的意思是 到处都是逃亡的人 尸骨遍野 阴风吹过 骨头发出灵光 好像是鬼魂在嚎叫 有些人举家投河自尽 有些人全村逃亡 一天就有数百人溺水而亡 有些人吃雁食 蚕食 有些人吃精子 吉礼 有些人吃土食 有些人形如鬼魅 身吟不止 有些人倒在路上 说不出话来 还有些人聚集在城墙边 举起农具 揭杆而起 明司宗之所以一再施行家派 借口是躺步愧出 国库空虚 无法支付日益增加的军费 当时 国库固然匮乏 但内府并不缺钱 内库就是皇帝的私库 明朝初年 米 麦等食物的征收 在国家的财政收入中 占据主导地位 户部所设的内府食库 既是中央政府的国库 也是皇帝的私库 公司不分 混同开支 进入明中期后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白银的货币化 大量食物形式的财政收入 转化为货币收入 明天于是对财政体制 做出相应的调整 于正统7年 1442年 在北京设立太仓库 用以驻银 红制八年 1495年 又在南京户部设立银库 此外 还有京 同两仓 注存运和曹运来的米 素 以供京城贵族 百官和京边卫军之使用 太仓银库设立后 便成为中央政府的国库 而内府则完全变成皇帝的私库 政府的财政收支 与皇室财政收支基本分开 家境中期以后 由于土木繁兴 家以南窝北鲁交相进贩 军费开支急剧增长 太仓入不敷出 到龙庆初年 曾出现财政危机 但一代边是停息 再经过张居正的改革 危机便得到了缓解 到万历四年 经通储宿族之八年 府库充益 太普斯一基金四百余万 明神宗亲政后 不停地传锁躺金 加上宗路的大量增加 万历三大征庞大的军费开支 国家财政入不敷出 只得动用累年的储基 弄得国库空空如洗 但是明神宗通过传锁躺金 加上派遣矿监使四处搜刮 却使内躺之冲刃达到 亘古未有的程度 内府金银山基 明神宗死后 明光宗在位仅一个多月 明熙宗在位也仅七年 短短几年时间 内府的储蓄并没有花光 但明思宗也同明神宗一样 使财如命 就是不肯往外拿 有时还对群臣大叹穷精 说穆金躺藏空虚 后来 李自成大顺君入京 内库银上存三千余万两 近一百五十万 另有记载说 内唐所出不知几千百万 明思宗死死捂住的 这一大笔金银财宝 最终都成了大顺君的战利品 明思宗的客与理财 劫责而渝 只能进一步激化阶级矛盾 为农民起义提供更为深厚的社会基础 三想的加派 更是直接促成起义高潮的到来 崇祯十年 1637年 三月 杨四昌道经就任兵部尚书 提出四政六于十面张网之策 此策的意思是 意图以四政 东 西 南 北为中心 以六于 东南 东北 西南 西北 南中 北中为之称 以十面为网络 将农民军包围歼灭 并在家派聊想之外 在家派搅想 加强对农民军的争搅 将大部分起军杀殆尽 迫使张献忠与罗汝财寿府 李次成被迫率领残部 退入陕鄂川交界的商洛山中 左五营也顿入鹰火山中 起义暂时进入了低潮